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大家好 今天我来介绍一道非常非常简单的食谱 干炒洋葱猪肉 材料呢只有这两种 半粒洋葱 切成片 大概这样大就可以了 300克的猪肉 选用瘦肉或者五花肉都可以 过后呢将它切成小小片 所有跟我的切法呢也可以的 或者自己有自己喜欢的切法 方便的切法呢都可以没问题 切成这样大就可以了 好 现在我们来准备炒一炒它 用中火热一热我们的油 油热后才放入我们的猪肉 炒至70%熟 记得瘦肉如果要炒的话呢 建议炒不要太久 因为太久的话它会很硬 现在呢炒大概70%熟 煮入 锅后就放入我们的洋葱 炒一炒它炒到洋葱 communities 涨透为止这样就可以了 ентов 过后呢我们就来调一调味道 一汤匙的芝麻油 两汤匙的生抽 一茶匙的糖 一汤匙的蚝油 还有一茶匙的黑酱油 过后呢就将它搅拌均匀 现在呢我们炒至 它的那个酱汁啊干掉就可以了 OK这样子已经干了 这样我们就可以上桌咯 是不是很简单呢 材料又这么少 可是跟你讲哦 这道菜肯定加饭的 这个食补呢 适合在新年的时候 煮来跟家人一起分享 大家不妨试试做看 好吧 如果喜欢我这个视频呢 记得帮我按一个like 一个share一个subscribe咯 下一集煮什么 下一集再见咯 Bye